台中城鋼有民眾到一家知名連鎖飲料店買三杯飲料 結果太太喝柚子茶喝到一半 竟然咬到了碎玻璃 把另外兩杯飲料也倒出來檢查 赫然發現三杯飲料當中 有兩杯都有碎玻璃 讓民眾氣得把玻璃碎片拿回店家理論 要業者給個交代 如果這飲料破玻璃啦 我們要處理 民眾keep up put 拿著裝有玻璃碎片的拉鍊袋 回到飲料店質問店家 因為外帶的三杯飲料 其中兩杯竟然都喝到了玻璃碎片 民眾說上個禮拜五到知名飲料店 買了三杯飲料回家 太太喝了柚子茶沒機口 就咬到了碎玻璃 沒想到另外一杯飲料也有 民眾受跟店家反應 店員坦承式玻璃罐碎裂導致 也願意退廢或賠償飲料 但民眾還是無法接受 不要不理不才就不好了啦 對此店家不願受訪 但私下透露店員當下立刻道歉 店長又致電表達歉意 雙方已經達成和解 博民眾購買三杯飲料 兩杯有碎玻璃比例之高 也讓人懷疑不止一人受害 如果是可以確定是業者 在製造飲料當時 自己沒有去做好相關的品管 消費者如果因此而 調整身體的健康受損 消費者可以提出具體施政 去要求業者做損害賠償 另外衛生局表示 沒有結合民眾檢舉 將派員前往稽查 並追查是否還有其他民眾務實 後續將是稽查結果 不排除對業者進行開罰 藉著稱部長黃志堯 台中裁縫道